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我是廖一輝 歡迎收看時間做手 就像我們跟各位分享一樣 不管做票也好 做旗子也好 其實都可以很簡單 但是一定要有領先 而且可以實在性技術 就是在節目當中跟各位分享的 他們擁有新金流觀念的同時 不用再像過去一樣死報活報 也不會像過去一樣有 滿手踏勞股票的遺憾 只要跟著新金流觀念 用最踏實的方式 一步步做下來 很自然的就可以創造出 比票更不要獲利 但是 很多朋友股票一直做得很辛苦 到底雲出在哪裡 就是從過去 你跟著市場當中的分析師去做 常常會發現資金的運用沒有效率 因為股票總是包上包下等上漲 不敢百分之間進出 加上持股過於分散 凹單不停損 會多不會空的結果 都是造成資金運用沒有效率的原因 同樣的 過去用的軟體 為什麼沒有辦法幫自己賺錢 因為你用的不是原創系統 所以沒有辦法真正實在 有太多的參數模組週期 全部要讓會員自己猜 甚至呢 選股出來的支數模組還會太多 還需要人工的訊息去輔助判斷 最重要的 買賣點常常會慢半拍 沒有辦法會去做到單一 而且精確的買賣點 因此呢 各位可以好好去想一件事情 為什麼我所有的會員 都一定會用我本人手機的號碼 而且我百分之間可以做到 價格呈現薄價 而其他的分析師或系統 為什麼做不到呢 原因很簡單 如果個分析師或系統 可以長期幫客戶 穩定獲利的同時 何必躲在U助理背後 甚至每天在節目當中 辛苦做過度行銷 打折還需要贈送資料不是嗎 而當你擁有時間做手的同時 你已經掌握住一個非常大的優勢了 因為這個系統呢 百分之百是我自己原創的 包括城市的部分 也是我一個人獨立完成 完全不需要委託外面工程師 這市場當中其他軟體 絕對做不到的 而在進場之前呢 匯率精確顯示進場停損停力 上交位一側各位 我堅持只賺最好賺的 因為資金效率才高 就是因為操作有把握 所以每一筆大進出一定都是百分之金 多空能雙向獲利自然就加倍 就同你說演技能平衡的事實 也就同每天我在節目當中 跟跟分享金流是一樣的 跟著新金流官員去做 手上一次只需要持有 一檔股票就夠了 而且每一筆大進出一定都是百分之金 一定是百分之金買檔 一定要百分之金賣掉一檔之後 才有錢換下一檔不是嗎 就是要用最踏實的方式 以一步步做下來 從7月27日到今天 一個月的時間 你的一百萬透過金流力量 已經幫自己創出兩百二十六萬的利潤了 而你的一千萬呢 透過金流力量 不是也幫自己創出兩千兩百六十萬的利潤 但是 再回過頭想一次 在這一段時間裡面 你如果還在過去死報活報的方式做股票 甚至呢 還在用不能在軟體幫助自己抄股票 到底幫自己創出多少的報酬 因此呢 就等我在節目當中 會常常提醒各位的 我說過去一條路 如果一路走來都走得很辛苦 也走不通的時候 此時刻就該換一條路 換個方法走的時候了 就從每天我在節目當中 跟各位分享金流是一樣的 我們可以一起來看喔 就從你所看到的 在8月20號這一天 這張股票一百萬 賺了十萬 系統告訴我們金融賺完最好賺了一段 先把賺到錢發口袋 接著換股增加報酬 二十號這一天 二十號這一天 系統告訴我們 再把資金轉買正德這張票 接著賺它最好賺的一段 一起來看 好事到底有沒有接連不斷的發生 二十號也就在這一天喔 好事不是這麼再次發生嗎 所以呢 這張股票 當然也是一樣道理 一樣 堅持賺它最好賺的一段 就從你所看到的 在24號這一天 這張股票一百萬 賺了二十點五萬 系統告訴我們金融賺完最好賺的一段 所以紅棒創新高 一樣最好的賣點 不要懷疑也不要捨不得賣 就同你所看到的事實 那張股票賺完最好賺的一段 你如果沒有時間做手 你不知道賣 你捨不得賣 報到最後會像過去一樣一樣的 報上報下 會浪費了很多時間 但是 當擁有新金流觀念 賺錢速度可以再一次往前加快 我們可以一起看下去 就同你所看到的 在24號這一天 這張股票一百萬 賺了二十點五萬 系統告訴我們金融賺完最好賺的一段 先把賺到錢發口袋 接著換股增加報酬 問題是24號這一天 我們應該把資金再換到什麼樣的票身上 很簡單 全部交給時間做手 我們只把時光回溯 回到24號這一天 很簡單的按一鍵選股多 一樣執行選股 三秒鐘的時間 系統告訴我們 再把資金轉買陽明光這張票 接著賺它 最好賺的一段 一起來看 好事到底有沒有 接連不斷的發生 24號也就在這一天 好事 好事 不是這麼再次發生嗎 所以呢 這張股票當然也是一樣道理 一樣 堅持賺它最好賺的一段 就是同你所看到的 在27號這一天 這張股票100萬 賺了23.3萬 系統告訴我們今天 賺完最好賺的一段 所以紅棒 創新高 一樣最好的賣點 不要懷疑 也不要捨不得賣 再一次 就同你所看到的事實 單單股票 賺完最好賺的一段 你如果沒有時間做手 你不知道賣 你捨不得賣 到最後 會像過去一樣 一樣的 抱上抱下 會浪費了很多時間 但是 當擁有新金流觀念 賺錢速度 可以再次往前加快 我們可以一起看下去 就是同你所看到的 在27號這一天 這張股票100萬 賺了23.3萬 系統告訴我們今天 賺完最好賺的一段 先把賺到錢 發口袋 接著換股增加報酬 問題是27號這一天 我們應該把資金 再換到什麼樣的票身上 還是一樣 交給時間做手 我們只是把時光回溯 回到27號這一天 操作可以非常的簡單 明確易懂 很簡單的按 一鍵選股多 一樣 自行選股 3秒鐘 時間 系統告訴我們 再把資金 轉買台新科這檔票 接著賺它 最好賺的一段 一起來看 好事 到底有沒有接連 不斷的發生 27號 也就在這一天 好事 好事 不是這麼再次的發生嗎 所以呢 這檔股票 當然也不會是例外 一樣 堅持賺它 最好賺的一段 就是同你所看到的 在30號這一天 這檔股票 100萬 賺了10萬 系統告訴我們 已經賺完最好賺的一段 所以 紅棒 創新高 一樣最好的賣點 不要懷疑 也不要捨不得賣 再一次 就同你所看到的事實 單單股票 賺完最好賺的一段 你如果沒有時間做手 你不知道賣 你捨不得賣 報到最後 會像過去一樣 一樣的 到上報下 又浪費了5天的時間 但是 當你擁有 新金流觀念 賺錢速度 可以再一次往前加快 我們可以一起看下去 就同你所看到的 在8月30號這一天 接單股票 100萬 賺了10萬 系統告訴我們 已經賺完最好賺的一段 先把賺到錢 發一口袋 接著換股增加報酬 問題是 8月30號這一天 我們應該把資金 再換到什麼樣的我們身上 還是一樣 交給時間做手 我們只是把時光回溯 回到30號這一天 操作可以簡單明確一等 很簡單的按一鍵選股多 一樣 執行選股 三個鐘時間 系統告訴我們 我們再把資金 轉買安格這檔票 接著賺他最好賺的一段 一起來看 好事 到底有沒有 接連不斷的發生 8月30號 也就在這一天 系統告訴我們 把錢的話賺的錢 發一口袋 再把資金 轉買安格這檔票 接著賺他最好賺的一段 K線 醜醜是要趕快買了 再一次的 坐在腳上面的邊看 短短的四大五天 你的一百萬 不是也幫自己創出 34.7萬的利多嗎 好事 不是這麼再次的發生嗎 也就等我 在節目當中 該跟各位分享的 五個金流而已喔 事實上 正從8月19號到今天 12個交易的時間 你的一百萬 透過新金流觀念 已經幫自己創出 98萬的利潤了 而你的一千萬呢 也已經幫自己創出 980萬的利潤了 但是到今天 還是用過去 死報活報的方式 做股票嗎 還是用過去 不能實際上軟體 幫助自己超股票嗎 很多特殊在市場當中 都會非常想要知道 如果用最短時間 幫助自己把資金做翻倍 而在市場當中 要做到最短時間翻倍 一定要完全做到 敢賣敢賣敢換股 所有操作資金 一定要百萬的資金 集中操作單單股票 絕對不會像老派投資觀念一樣 總是分批加碼分散個股 再來 每一檔股票 一定要堅持只賺最好賺的一段 也不會像老派投資觀念一樣 總是死報報等股票上漲 最重要的 一定要領先市場最好賺的買賣點 更不會像過去一樣 清楚的時機 總會慢的半拍 而時間做家庭很簡單 所有操作一定是百萬之音 集中操作單單股票 加上嚴格風險控管 跟領先市場買賣點 才有辦法幫助各位 用最短時間把資金做翻倍 就是同你所看到的 這檔股票 你如果沒有時間做手 你沒有辦法領先市場很清楚 肯定知道 263塊是這階段以來最好賺的賣點 難道每次都要等到行庭跌下來之後再考慮賣賣嗎 就慢半拍又來不及了 所以呢 這時候你會問我 我怎麼知道263塊是這個階段以來最好賺的賣點 很簡單 要領先市場直接來看會是比較快的 在這一天我看到一個事實 周線多第一根紅色虛線出來的時候 這一天一定是這個階段以來唯一最好賺的買點 當天除了明確進場點停水點之外 停點會一併直接告訴各位看哪裡 一定要看當天正擺動均值的數字 一定要看當天的 他直接告訴各位 262.8345就是來到263塊 你要全數賣出一張不留 進場當下直接告訴各位 來到263塊要賣 在連續幾天上漲之後最高來到267 所以我們設263一定可以賣掉 可以把這一段最好賺的放在口袋 市場不會有任一張股票 會有大賺變小賺遺憾 甚至在裡面浪費任何寶貴時間 同樣的 很多投稿股票會做得很辛苦 因為沒辦法掌握住每一張股票 每個階段唯一最好賺的買點 過去你買股票好像是在拆 常常會買在前面等它上漲 甚至一買就要去套牢 所以很可惜你會覺得很辛苦 然後也不敢買多 因為等到連續大漲之後 再去衝衝麻幫幫別人抬降 而抬降的結果 常常又是另外一次的套牢 所以每次在操作股票過程當中 不管漲也好跌也好 都會不安心也會很害怕 但是跟著時間做的交易筒 會變成簡單 而且非常肯定 一個階段 永遠唯一只有最好賺的買點 這檔股票 在這一天我看到的事實 周線多 第一根紅色虛線出來的時候 這一天絕對是這個階段以來 唯一最好賺的買點 既然是唯一 我說客戶不用考慮 這檔股票這一天一定是百分之一買進 那好事很讚發生 買得多自然才可以賺得多 而且買點一定不能模擬兩可 一定要肯定 沒有那麼多可視 但是那麼多的條件 同樣的 每一段股票都是一樣道理 所以我在講當中 從來不會跟各位特別強烈的檔股票 因為早上是賺錢辦法 包括這檔股票也是很簡單 在這一天我相同看到一個事實 周線多 第一根紅色虛線出來的時候 這一天還是要是這個階段以來 唯一最好賺的買點 所以你的操作不用像過去一樣 買進要先變套了 或買在前面等它上漲 也不會等到突破之後再去幫別人追價 要買一定要買在最好賺的買點 而且要單一而更精確 所以我所有客戶在這樣 這天還是一樣 看到周線多 第一根紅色虛線出來的時候 就是百分之一全部買進 那好事很讚發生 就是我在講當中跟各位分享的 當我們擁有賺錢辦法的同時 每一檔股票都必須要幫我們賺錢 而且我們永遠不需要新會員幫救援人抬價 因為當我們擁有賺錢辦法的同時 每一天都會有賺錢的機會 包括這一檔股票在昨天 甚至你在昨天才用我的系統的 你絕對不需要幫別人抬價 也不可以 因為就是同你所看到的 這一檔股票這一天也就是昨天 我看那個事實 周線多 第一根紅色虛線出來的時候 這一天還是一樣 是這個階段以來 唯一最好賺買點 那怎麼做 還是一樣 百分百之一買進 那好事很讚發生 絕對不要等到今天 漲停鎖住之後 再幫便抬價 我們就是可以買在漲停前一天 前兩天 這就是時間做教頭 獨特技術 也就是在節目當中 跟各位分享的 我永遠只相信 只有客戶獲利的口碑 才會是最好行銷 其他都是多餘的 但是 你想要跟著 新技能的觀念 創出比標跟標互利 事實上並不難 你現在欠缺只是一個 親身體會領先實戰新技術的機會而已 我們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回到現場 你過去總是被不實在的測標和行銷手法誤導 使用品質不良的系統或抠序嗎 實力才是關鍵 有實力才敢直接面對投資人 這次您可以直接擁有老師本人手機親自服務 有實力才敢提供高品質的保障 這次您可以擁有高品質的六大保證 這次您可以選擇 有實力的分析師 有實力的系統 讓幸福的事每天發生 02-2389-8029 02-2389-8029 您是要消極地等待機會 您是要積極地創造獲利 其他考古幫您啟動制勝的關鍵 發現財富的鑰匙 勇敢做出您明智的選擇 自己推薦 02-2389-8029 02-2389-8029 02-2389-8029 各位投資朋友歡迎回到現場 九頭跟各位分享一樣 當我們擁有時間做手去做棋子的同時 這種只有一口單 百分百當充 完完全全沒有流償壓力 我們可以讓 好事每天都會發生 九頭這個地方的結果 一定是一口單賺賠家長結果 就是同你所看到的 台子08一個月過去了 正這麼多 負這麼多 正負家長之後 一口單可以正3133點 09呢 12天過去了 正這麼多 負這麼多 正負家長之後 一口單可以正2013點 當然今天跟著系統去做 好事一樣再次發生 今天跟著系統去做 你會做三筆 會對兩筆 會錯一筆 當然對錯的我一定都跟各位分享 而正負家長之後 一口單 仍然可以正195點 但是 很多投票過去 也跟很多老師 甚至很多軟體 來幫他操作指數 財富為什麼一直沒有辦法離起來 因為你用的是市場當中 沒有辦法施散的工具 常用市價追單 會有嚴重滑價問題 買賣點訊號會消失的問題 最重要的是 有太多的參數 模組 周期 全部要讓會員自己猜 因此 各位可以好好去想一件事情 為什麼我所有的會員 都一定會用我本人手機的號碼 而且我百分還可以做到 價格 而其他的分析師或系統 為什麼做不到呢 原因很簡單 如果一個分析師或系統 可以做得很好的同時 何必躲在業務助理背後 甚至明天的節目當中 辛苦做過度行銷 還是要打折不是嗎 而當擁有 時間 作手的同時 在進場 當下 系統就可以 立即明確顯示 進場 停損停力 三個價位 一次的各位 周期固定 十分線做當中 全數 定價 完全不會滑價問題 每一天 每一筆 我都一定跟各位對加對十 賺的賠的 我一定全部跟各位分享 沒有參數可以設 這個模組簡單明確 全部都可以去猜 就是同你所看到的 今天跟著系統去做 你會做三筆 會對兩筆 會錯一筆 當然對錯的 我還是會跟各位分享 正負加總之後 一口單可以正195點 相同的 我們還是看一下今天 每一筆的價值訊號 今天第一筆的價值訊號在8.55分的時候 是一個跳空盤 不同步 反向做空訊號 我們可以直接來看電腦 一起來 就同你所看到的 這個是昨天的周圍根K線 本來在灰色線下 然後這次今天DNK線在線上 線上變線上轉折 線上是紅色的 但是我說過 8.55分 一定要看一下上下的顏色 顏色不一樣 就是要倒過頭來做 所以收盤收定 射收盤價17422去放空 直接來看會不會成交 下一根K線最高來到哪裡 來到17432 定價百分百 全部都可以穿成交 但是千萬不要忘了一件事情 一旦只要來到 系統中邦各域規劃的支撐區 一口單正48點先拔5口單 等今天第二個機會 形成新相頂反向做多訊號 一樣直接來看電腦一起來 就同你所看到的 第一根K線是一個不同步的K線 所以把它視為相頂 可是行機走到這個地方 有出現新的紅色曲線 所以它視為一個相頂 所以收盤收定 射收盤價 也就是 就同你所看到的一樣 一樣是射收盤價 就是17400去做多 那這筆單不用對價對死 為什麼 因為在第二根K線 震盪過程當中 有先穿的停損 既然在震盪過程當中 有先穿的停損 一定要先確實執行 所以這筆單會先負25點 可是收盤收定 又收回停損之上怎麼辦 當然再把它買回來 所以一樣是射收盤價 17379去做多 一起來看會不會成交 現在跟K線最低來到哪裡 最低來到17378 定價百分百 全部存在成交 相同的 不要忘了一件事情 一旦只要來到 系統中班該規劃壓力區 一口單正172點 照樣再把它發一口單 就是我們在節目當中 會跟各位分享的 當我們擁有領先實戰新技術的同時 好事自然每天都會發生 我們明天再見 拜拜 發達到訪 Ruben radio